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能早恋 你也不能早恋 雨停了 走吧 哥 今天谢谢你 谢我什么 我们的节目不是差点被砍掉吗 你要是不演 我陪你练这么久 不是白练了吗 今天也很帅 尤其是这个礼儀 你们节目也不错 尤其是你 对 那个 你觉得苏黛飞怎么样 你问她做什么 我憋不住了 江浩远 你怎么能够钓鱼倾心呢 文科班的女生最喜欢追的就是理科班的男生了 电视剧里面都是这么演的 一开始男生都会对女生不屑一顾 觉得她情商丁 智商丁 然后长得也不是自己喜欢的内心 但一到最后 她跟她都会爱得死去活来的 我在讲这么重要的事情你笑什么呀 我虽然读书没有你好 但我电视剧总看得比你多吧 我承认 所以我同意你说的 电视剧确实是这么演的 讲个天后道理的 是吧 况且她成绩那么好 学校里的人 都说你跟她是狼才女貌 其实 她成绩没那么好 所以你是嫌弃她成绩不好 成绩不能做代表一切 成绩差的女孩子怎么了 成绩差的女孩子 也是可以拥有闪光点的 是 成绩差的女生 也可以有很多闪光点 她很可爱 很热情 很有吸引力 我喜欢她 再正常不过了 不是 不是 你怎么突然帮苏黛飞说话呀 她真的绝对绝对绝对 没有你想得那么好 好 江浩月 你清醒一点 你不能够早恋 你马上就要升高三了 早恋很耽误学习的 而且你身为年级第一 你怎么能够掉以轻心呢 你知道你身后 有多少人在偷窥这个位置吗 我不能早恋 你也不能早恋 听见没有 走了 口 口说无凭 不早恋协议 为了不耽误学业 先签订不早恋协议 再以双方 不可以叫其他异性爱成 如 如 亲爱的 小乖乖 之类的词 多一份信 少一份质疑 签字 这儿 给 你 呼 不得不得不得了 这儿 你不得的 好吗 他就不得了